镜头转回到台湾 台湾那么一艘苏澳籍的渔船在2019年10月 在日本横滨港东方大概是一千多海里处失联 随后其实日方证实了火烧船 所以船成了 船上十名的船员统统被救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事情已经发生四年之后的现在 上个月底日方发现这艘渔船的残骸 出现在冲绳附近的海域漂流 所以南方澳渔会现在接获到日方的通知 随即派出了渔船 把残骸拖回南方澳渔港 渔船换换驶进港区后方缆程 拖着船只残骸 南方澳渔会花了半个多月 将这艘疑似苏澳籍渔船 顺服于168号的残骸 从日本冲绳海域 拖回宜兰南方澳渔港 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才将翻腹渔船 固定在码头边 一二三 小心啊 总共拖了几天 总共拖了差不多16天 16天 16天 所以说很幸福很艰辛 原来南方澳渔会上个月 抵接获了日方通知 这艘疑似顺服于168号的渔船残骸 出现在冲绳附近海域漂流 渔船残骸影响航道 日方要求我方移除残骸 那目前就正在岸边 等待这个吊车 再把它吊上岸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判断说 到底是哪一艘船 吊上来就知道他们的船身船长船选 这个就有资料了 潜水人员立刻下水 但无法确定残骸船级 到底是不是已经沉没了顺服于168号 渔会表示 由于顺服于168号是玻璃纤维船体 在海上不会腐烂 不过火烧船沉没近四年 突然又出现在海面漂流 渔会要等残骸掉上岸后 才能正确判定船级 记者洪方生 宜蘭报道